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来关心最新的消息 运安会在今天播放了泰鲁阁号的最后影像 还原司机员最后看见的情况 那么从工程车滑落到和泰鲁阁号相撞 实际只有一分多钟 工程车停留在轨道上 而泰鲁阁号撞上之后列车出轨 撞上时的速度高达每个小时121公里 运安会主委表示 司机员在看见了横躺在轨道的工程车之后 踩了最大刹车同时鸣敌 在生命当中的最后4秒钟 仍然坚持要守护乘客 但是真的完全来不及了 好 令人非常的心痛 但是还是要回头来看 现在我们的这个旅游泡泡情况 究竟是如何了呢 五家旅行社其实是在这个 帛琉旅游泡泡的首发 当天就已经把4月4号跟4月7号 这两团给关闭止血了 好 KK Day 是唱独角戏 次发团竟然只有10个人参加 另外有三名的商务客上机 但是这个廉价期间的询问度非常的低 买气是预阵乏力 好 次发团的团员 有人就揭露了这个飞机上的情况 真的是空荡荡 没有人参加嘛 就是10个人而已啊 但是团员不以为意啊 直呼人少更好啊 直接包岛当岛主了 赚翻了 但是4月4号的次发团 或是4月7号的三发团 根据这个业者的说法 出团人数不佳 根本是意料中的事嘛 那么后续出团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 检疫措施到底能不能够松绑啊 不然的话这泡泡是怎么样都救不合 注定是要变成泡沫了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婷 其实台湾和帛琉的这个旅游泡泡 现在看起来买气真的是 第一团之后就直直落 到第二团只剩下10个人了 而观光局也证实 4月7号的第三团要延后收团 因为现在根本凑不到人数嘛 那么出发之前 每个人都做PCR检测 那帛琉又没有疫情 而且呢回到台湾之后 又要5加9的自主健康管理 而且啊一人一事哦 独立未遇哦 那这跟居家检疫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谈了这个话题 刚才看完了 那个最后几秒钟 泰鲁阁号的镜头 就是心里一揪 然后也很难过 就是泰鲁阁上的人 本来也可以平安无事 然后搞不好还可以去参加 这个博游旅游团的 所以面对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的政府 还是在持续打口水仗 搞卸责 搞带风向 可恶至极 好 回到这个旅游泡泡的议题 就是我们本来以为 所谓的旅游泡泡 应该是完全不用接受到 各种疫情的考量 或者是检疫的需求 我就正常搭着飞机 然后到了当地 玩完之后回到台湾 我就自然就回家了 这个才叫做泡泡嘛 那可是现在民进党搞的 所谓博游旅的旅游泡泡 就是觉得博游当地没有疫情 台湾也觉得没有疫情 那为什么回来了 还要再搞5加9的自主健康管理呢 然后而且搞的还跟居家检疫一模一样 那到底这所谓的泡泡泡泡在哪里 那跟一般的外出到其他的地方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你差别不大 你从海外回来台湾是做14天 然后你去博游回来台湾 还是14天 只不过一个是居家隔离 一个叫做自主健康管理 虽然说严重的程度是有差别 但实际上你都还是要跟别人 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 那这个样子到底你的泡泡是泡在哪里呢 这看来只是在民进党在打嘴巴 所以也难怪报名跟参加的人越来越少 更何况实际本职去博游旅游这件事情 往年也都有 那而且呢 就每一年大概也就是一万左右的人而已 那他并不是在当前在整个观光旅游产业 迫切需求最广大的一个市场 那为什么民进党急着开放 他其实是因为民进党的执政能力有限 只能够谈得到这件事情 因为其他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在搞 疫苗的护照啦 泡泡的护照啦 然后彼此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进行泡泡的旅游 那结果民进党要告诉台湾呢 我们也很棒 我们也很优秀 我们也很厉害 但是我们跟哪个地方有泡泡旅游呢 什么都没有 怎么办呢 那只好赶快请美国帮忙 跟博游来搞一个泡泡旅游 就是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了 只好拿出博游泡泡旅游 但这个泡泡旅游根本就不是台湾大多数人想要的 你满足到了谁 你就满足到第一团的人嘛 你连第四团都凑不起 也就是说全台湾连四百个人的需求都没有 然后民进党要说 我照顾到了台湾有一两百人的需求 所以民进党好棒棒好政绩 你的政绩与其照顾这两百人 你不如照顾一下泰鲁阁受伤的家属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というガチュック主题 神志愿oras 阿长 跟阿长 那我倒几解 根本里ardan 离开 アRL 也 下 混